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很多人在肾虚后想用些药来补补肾 在市面上补肾的药那么多 像左龟丸和右龟丸哪个效果好呢? 今天我就来告诉大家 其实右龟丸和左龟丸这两个药补肾效果都不错 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右龟丸补肾阳,左龟丸补肾阴 很多人都不知道肾虚其实分为多种情况 像肾阳虚,肾阴虚,又或者是肾经窥虚等等 虽然都是肾虚 但表现出来的症状以及用药是完全不同的 那既然这一点搞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左龟丸和右龟丸的区别 首先左龟丸刚才说过了 它是用来补充肾阴 那么肾阴虚了会出现什么症状呢? 主要就是热 因为阴水不足,虚火内盛 所以我们就会感觉燥热 尤其是到了下午或者晚上身上振振发热 心里烦躁 嘴里又干又渴,手脚心也热得不行 平时总觉得腰酸腿疼,两腿发软 还容易头晕 总听到耳朵里传来嗡嗡的声音 晚上容易失眠做梦 好不容易睡着了 还老是出汗 那如果你是这种情况 你想补肾就需要选补肾滋音的左龟丸 其次右龟丸用来补肾阳 那肾里的阳气不足了 我们主要表现肯定是冷了 所以我们总会感觉腰疼 腰发凉,两腿发软还冷 平时也总是怕冷 这个天气躺在被窝里 手脚也暖不热 另外大小便也会出现问题 小便会尿皮尿疾 憋不住尿 总往厕所跑 大便就是软容易拉肚子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情况 那你就应该用补肾助阳的右龟丸了 那又有人说了 我好像又怕冷又怕热 上面的两种症状多多少少都占一点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可以告诉你 你肯定是阴阳两虚了 那这个时候你想补肾 就可以一起用右龟丸和左龟丸了 还有人问你不是说还有个肾经亏虚吗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呀就该出现升职方面的问题了 会出现欲望减退 精力不足 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甚至出现不孕不育的情况 那你就用一个补肾经的五子燕宗玩 总之具体该怎么用药是根据自身情况而定 只有对症用药才能有好的效果 所以大家如果不清楚自身情况 那就千万不要盲目用药